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谢谢大家 这个 这个是刚才 是卡特总统 卡特总统就是 签订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号 大家看到那个起明星没有 今天是拍一个视频 2年开门建山 8月17号 你看我呢就是末道军兴找 几个目的 卡边青山人类 这里呢就是感谢 现在把早上这个 如有 美国共和党 华盛顺在早上 他这个 卡特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远处这个 起明星 拉近一点 多拉 再拉 再拉 拉到头 麦克丹米 一个小白点 看到没有 起明 一个小白点 这个 在这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吧 共和党 荣誉 工学 中生会员 起明星 我感觉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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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明星 看到没有 这个深刻的含义 但是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荣誉 什么是 是一个 我从来 琢磨都没有想到过 会有这么样的 就是一个 这个 这么高的一个成果 中美关系 我感谢美国人民 对我的 需要一个改变 培养 感谢 一路走来 这一生当中 走过来 帮助我 学习 帮助我进步 帮助我整个知识 帮我 把我培养成 IT工作室 把我培养成 企业 manager 那个 这个 这个 企业管理工作室 美国人民 看见没有 所以 大家看见没有 我感觉到 这个 这个 盛名之下 其实难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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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一颗 其他 成功没有 这是270公路 对面是那个 CCACC 这是270公路 把这个 拉回来了 再拉回来 这样子 我们就看不清了 那么我今天 这个一个是感谢这个 美国人民 感谢这个 提名的 给我的 在这 在这呢 我感谢 我来到美国 我得到了 感觉到 得到了美国 这个 自上而下 很多人的帮助 才有我的今天 在这个意义上 我是幸运儿 我也是 very happy 所以我呢 有一个 有一个 迫不及待的 要把我自己的 生命 把我自己的 力量 把我自己的 智慧 奉献给 American people American government American Republican Party And Dominic 也民主党 的 这个 总统 这个 拜登总统 克林郑总统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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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总统 米歇尔奥巴马 第一夫人 雷德西 我在这里呢 也附在说明一下 啊 第一个 surprise 我到美国的第一个 surprise 就是 米歇尔奥巴马 那个surprise 给我的一个 surprise 一个提名 就是总统 公民 提名 2010年1月21号 这个是我刚来美国不久啊 啊 这个 遇到这么一个 冷不方的 遇到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我 震惊的消息 啊 这个 我就感觉到有点 2010年 2010年 啊 1月21号 在Email 啊 给我提名 当然这个事情呢 啊 我也就是 呃 又惊又喜 因为如果要是正式要是成为一个拿那个先是拿到美国公民呢 我要 要入籍呢 我就要放弃中国的国籍 我要没入籍呢 这个虚拟的呢 啊 一半 一半 一半是美国公民 一半是中国公民 这样子 我觉得 啊 这个对我来讲 比较合适 所以我就把这个 keep住了 就没有把这个 作为 啊 作为我的一个正式的身份 所以要搞清楚啊 第一个就是我到底是哪哪国人 首先我是讲啊 我的护照 我是中国公民 现在还是中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出生在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东门町 啊 那么 这里的 我对我的身份呢 一点都不尴尬 因为我就是中国人 嗯 就是说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在 我到三岁以前 我是在台湾 三岁以后 我随着父母啊 到了中国大陆的上海 在上海呢 然后经过那个组织部啊 我父亲父母经过 嗯 中央政府啊 中央人民政府啊 中央人民政府这个组织部 嗯 审查之后 把我们调到了 那个 嗯 东北机械局 做那个 那个 新中国的这个 这个成立工作 工业的恢复工作 啊 这个时候 首先呢 感谢 我们也感谢中国人民 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对我父亲父母 给予工作上的信任啊 啊 和和安排照顾 这个 嗯 其实 我父亲这个 当时的工作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 在东北机械局里面有很多科 科 就科室 但是 国企生产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啊 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他是 领导和组织 这个 东北基地区整体来 他是搞宏观的 啊 在宏观在东北基地区 东北省全省呢 比台湾要大了两倍到三倍 那么 那么在整体上来讲 我父亲在那里是负责工业 工业的企业 那个 那个 恢复建设 整理资源 调配物资 啊 立下了汉马功劳 啊 这个是 嗯 历史上 那个历史上呢 也是有评价的 所以我父亲呢 感觉到 他感觉到 没有 没有愧对于 愧对于中国人民 也没有愧对中国共产党 也没有愧对啊 这个西中国的建设 我们今天先不讲这个 啊 我们的成长历程了 主要是要讲一讲 啊 台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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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称的定位 台湾的定位 到底是什么 就是 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和 现在出台的佩洛西 啊 议长呢 speaker 佩洛西 到那个去 到台湾访问 这件事怎么看待 啊 这个 是 因为我们承诺的 一个 我们要 震重的 恢复 啊 世界人民对美国这个 政府和美国议仗 啊 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到底是承诺了什么呢 啊 我们 我们 承诺了这个 一个中国的政策 总是说 和中国的 一个中国的原则 三个原则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一样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 讲的 以这个为题 我既讲给共和党 那 Republic Party 也讲给民主党 也讲给台湾人民 啊 这一个中国政策呢 包含着台湾关系法 他的这个 这个 他的 The Public Law 这个是 ACT NACT Congress ACT 通过的这个 就是国会山通过的这个 本法为协助西太平洋 之和平 安全与稳定 并授权 继续维持美国人民 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商业文化 及其其他关系 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 并为其他目的 建立了这个 台湾关系法 简称为 台湾 第二条 美国总统 就卡特总统 刚才我们听了录像 已经宣布 终止美国和台湾当局 就是过去台湾当局呢 这括号 什么是 内涵是什么意思呢 1979年1月1号以前 美国承认 台湾当局 蒋介石的代表 为中华民国 这个的政府关系 那么自1979年1月1号以后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 正式的国家与国家关系 签订了三个联合公报 为什么要定立这个法呢 就告诉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人民 中国政府 这个 这个relation 美台关系是什么意思 定位是什么 就know how 啊 你到底是 确定了个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 我们像这个 现在你没搞清楚 百分之九十九的 这个美国议员们 陈姓远森里的和那个众议员 包括我们的尊敬的那 南希佩洛西议长 没有搞清楚 第一个是 没搞清楚是法律上没有搞清楚 定位上没搞清楚 美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 啊 你要承诺 这个 这个言必有信 行必有果 必须有依据 布林肯呢 就说 要按照规矩办事 但是恰恰是美国 不按照规矩办事 起码来说 拜登总统 特朗普总统 以及 这个 这个 南希佩洛西 Speaker 都应该按照规矩办事 按照一个中国政策的规矩办事 至少你在美国 因为他是美国国内法 是由美国 国会通过的美国国内法 你国内法 需要对法律 对人民 承担这个责任 和义务 那么 你 中美国关系建交 你要对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美利坚合同国 是国家与国家关系 你要遵守这个国际法的承诺 否则你将实行于 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 的政府和人民 你也实行于 将来也实行于美国人民 我们的政府 不能解决 解决好这个问题 一个中国政策问题 那么就是 政府就是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现在 美国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 都和美国政府在处理 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 之间 有出现了 制造了很多陷阱 和 法律的误判 那个误判的形式 误判的法律 误判的游戏规则 自己违反了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那么我们讲了 这个呢 讲了这么一个关系 是什么呢 再重申一遍 台湾关系法 不是美台关系 是非政府 non-geriment non-officer 这不是政府官员 之间的关系 不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 那么 如果佩洛西 是一个议长speaker 那么就是政府的官员 officer 就是第三号的officer 是个重要的officer 那么这个关系呢 就不应该出现在 2020年8月 这个台海危机上 现在 美国中期选举 这个即将要来了 最重要的是 最紧迫的是 是搞好美国经济 是稳定着美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 美国这个疫情 是要搞好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之间的政策协调 结果现在呢 经济没有搞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疫情没有完全控制住 第三个政党之间 爆发了激烈的冲动 几乎到了内战的边缘 抄了特朗普总统的家 这个是 反而引起了大家的 这个公愤和激怒 同样的这个案情 你可以把它定为有罪 也可以定为 另外一个问题 有前兆 你说 如果佩洛西 你说如果 以前有个外长 叫基尼奇 访问台湾 那么以前也有 特朗普总统以前 也有很多总统 历劫的总统 也有把资料带回家的 包括 奥巴马总统 也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 现在 在中期选举之前 去搞这么一个突然袭击 这就使我想到了2004年 台湾选举 319 抢击案 这个就是一个 陈水扁自编自缴 一个竞选举 一个小把戏 为了拉票 为了制造煽动的情绪 台湾搞选举 正道没学好 没学好美国的正道 把这些歪门学到 学的是 这个青出一篮二 胜于篮 蔡英文的文凭造假 现在 上梁不正底梁歪 现在又出了个林志坚 也是文凭造假 以这样文凭造假的来说 台湾是层出不雄 以后还会像春水一样造假 然后台湾出的诈骗犯 电讯诈骗跑到 台湾还不行 还跑到柬埔寨去搞 跑到 跑到非洲国家 肯尼亚去搞 这个诈骗犯 把这个 这个经济没搞好 就变成了 把那个失业 没解决好 就把这些人都逼到了 这种犯罪的道路上来 为了避免 国内台湾法的追究 跑到那些 不发达的国家 就专法律的控制 这个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 没有搞好这个政府的民生经济 没有把握住这个民生 人民的教育 一个政府 你就要提个不断的 培养着法律意志 公民意识 民主社会 所以你 台湾的民主 是 霍国殃民的民主 是反民主的民主 为什么呢 中华民国宪法 一个政府 他不是自己授权给自己的 一个按照一个法制的政府 一个宪政的国家 他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于宪法 美国的 美国公民在入籍的第一个 第一条 第一问 the first important question what means 美国的民主 反面这个 美国的民主 最高宗旨 constitution 那么就是宪法 那么台湾的 中华民国宪法是什么呢 中华民国宪法 是包括大陆 中华民国就包括大陆 包括蒙古 包括海参飞 也包括台湾 1945年收回来的台湾 香港 那你中华民国台湾是什么呢 叫被征服的 被中国人民征服的地方 收复的地方 这叫Province 持根深 Mess Mess 就胜利了 征服了 这个含义 所以台湾应该是一个被解 被解 应该被解放 而没有解放的地方 或者说 你要说是中华民国的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的话 那么 那么在当时那个1979年 那个 美国台湾 那个 驻美办事处 那个代表 叫夏公权 就 就给自己挂 自己给自己授权 所以每个台湾 因为呢 他无法无天 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 妙小 妖小 妖风大 持浅王八桌 这么一个社会乱象 这个乱象的本身呢 自己 大使不像大使 代表不像代表 这个这个 领导人挂这个 自己挂了一个羊头 卖个狗肉 挂的是中华民 Persident 那个 Republic of China 佩洛西 到了台湾 到台湾 称蔡英文 Per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又说是美国 美国和台湾关系 是country 比承语country 白country 我想 别的我就不说了 至少我知道 我这个英语不好 至少我认为 这两个单词 这定位都不对 这个定位都违反了 美国的国内法 也就是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一再强调 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关系 终止了 Officer German 这个Relationship 终止了台湾这个官方的往来 革命现在要鲜而走险 要把大家 把议会的议员 把美国国会 推到火坑里面去 推到台湾这个 水深火热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冰雄战围这个火坑里面去 结果 这个叫我们叫做博弈啊 你这么一做 大陆 触及了大陆 中国人民 这个核心利益了 奥巴马曾经提醒特朗普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台湾的主权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 涉及台湾问题 你可要千万小心 这个是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固有领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不是台湾自己 给自己称呼的 台湾的主权 法律给你的 国家 联合国 联合国 憲章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么台湾是中国 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话就是这么说的吗 这个卡特刚才说的 中华民国 就是注册 中国在联合国的注册的国家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成立的时候 就是以 成立的1949年 毛泽东那个 成立的 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 中央人民政府 正式成立了 他是一个 1911年 春中山林 推翻了满城帝制 通过民主革命 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延续 而不是另立的一个新国家 是成立的一个新政府 是推翻了蒋介石 这个反动政府 反动路线 反人民这个 这个 发动反人民的反动战争 这么一个政府 所以一个政府 推翻另外一个政府 这是1971年 2758号决议 这个代表权的问题 是通过联合国开大会 来讨论 废除了中华民国的 代表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蔣介石政府 代表中华民国的 这个 这个 非法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力 他已经是非法了 那 那 但是呢 这个中华民国的内战 西北沃尔没有结束 这场战争 还是中华民国的西北沃尔 西北沃尔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北沃尔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在政府在这个 在处理这个台湾问题上呢 定位啊 模糊 就像 这个 模糊的定位 一国两制啊 这个 这个九二共识啊 都是模糊 采取一个不确定的模糊策略 而这个 美国呢 也是采取一个 既想保持 这个和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全中国这个 这个关系 又想保持台湾中华民国 还继续还没消灭 还继续存在 啊 这个就叫他支持台独 独台 或者是华独 或者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独 啊 分裂中华民国的一个 一个 一个闹剧 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没有认清 自己就是中华民国 他把中华民 自己分 从中华民国当中分裂出来 认为是一个新中国 而且经过2758的决议 确认了 受了 法定了 但是 没搞清楚 自己的身份 啊 自己的定位 是中华民国的定位 啊 是国家的定位呢 国家的承认 国家的本色 本质 还是中华民国 啊 不是通过 这个国家 不是通过革命 不是通过政府的交替 来改变它的性质 你改变性质 也没有用 国家的定位 国家的这个关系的定位 是不考虑你的自主本身的 所以 这个 这个 大家都犯了一个什么错 呢 啊 布里丹 毛驴 布里丹 原来是吃了一坑草 就像中华 这个 中国原来在抗 这个 乌乌醋这个时间呢 吃的这个 只有一堆草 就叫中华民国 到1949年的之后呢 就专出了一个 中华 中华民国国这堆草 这个毛驴呢 啊 这个毛驴呢 是美国民主党的象征 是民主的象征 布里丹 这个 布里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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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层呢 就是美国民主党的图层 啊 这个 中国共产党呢 也觉得自己的 这个图层呢 啊 那么 中国这个 龙的图层 对吧 啊 共产党的图层叫 斧头镰刀 那么 这个图层里面呢 没有说明这个 和中华民国这个关系 所以在这里 五星红旗和 那个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 这个没解决 我呢 在1995年的时候 元旦给江泽民 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就是表白啊 自我表白 自我表白 我是台湾生人 二二八这个 十年生人 没想到 祖国到现在了 1995年了 我是 1947年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6月28号生 将近一百 将近 七十年了 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这一代人都过去了 就是 原来那个那个 那个 有句诗嘛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没有统一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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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就要 遭 遭 是吧 能够统一呢 人民就会享福 现在的就是这样子 因为不能统一 中国政府 中 中华人民共和政府 花了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资源 在军事上 在两个外交上 杜绝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分裂出去 发展军事是为什么 就是防止分裂 人民解放军 就是没有完成解放台湾这个历史任务 邓小平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毛泽东 他 毛泽东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叫刑尔上学 就是改了国号 刑尔上学就是 单方面的 单方面的 意识认 他认为他这个是一个新中国了 跟老中国呢 此一时一比一时一 其实应该新中国也叫中华民国就对了 所以叫个人民的中华民国 但是毛泽东没有搞清楚 人民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当然他在纪念孙龙山所谈到 纪念他建立了共和国的伟大功勋 但是在处理的具体问题上 搞得是刑尔上学 就是这个是一个政治过 政治事件当中的虚假成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这个虚假成分 就因为什么 假作真是真一假 但假的变成了一个真的时候呢 真的反而变成了假的 但是这个真的 这个中华民国不是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我们说了 它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省 PROVINCE PROVINCE 这个概念要被偷连换做成什么呢 以假乱真的一个概念 就台独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国家台独是从上到下 就认为中华民国就是一个70年的国家 就搬到国民党搬到台湾以后 一个建立这个国家 这个就是整个是把中国的 中华民国的History 就变成了一个四不像 就篡改成一个分裂的国家 分裂的国家的第一个 提出一个最大恶极的是谁呢 李登辉 李登辉就把中华民国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分成了两个 他还想分成四个 分成七个 什么台独啊 把中国搞成四分五裂 搞成军阀混战 所以蒋介石没有防盗 蒋经国也没有防盗 李登辉就是中华民国的绝目人 所以王毅说 蔡英文 他是中华民国 蒋总统 还有那个孙中山长 不孝子孙 这个说这个不是骂人的 他就是一个不孝子孙 还是一个又想当 又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坏女人 坏中虫 他就是一条 断了脊梁骨的 赖皮狗 流浪狗 把台湾人 变成了一条流浪狗 不知道回家的路了 把台湾弄 带到带到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就是我 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现实的问题 我们说 台湾关系法讲完了 台湾关系法 所以 南希 佩洛西呢 在去台湾之前 没有搞懂 我没想到 做了这么一辈子的议长了 一个老资格的一个政治家 政治活动家 一个能够 能够顶天立地 能够改 能够当面撕毁 一个总统的 一个挑战特朗普总统的 那个 白皮书的一个 这么一个议长 很有作用的议长 自己独往独来 以为是西部牛仔一样 挑战一个 一个中国的政策 你这是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 你是破坏美国的信用 破坏美国的法治 破坏那个 一个中国 中美建交的一个 建交原则 建交的根本 根本的立足点 不存在 这就叫做合作的 这个合作的这个 这个合作关系呢 就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呢 你就 就做了这个坏人 就首先呢 背叛了这个 合作的基础 背叛了合作的基础 结果呢 就产生了 一报还一报 大陆呢 就维持这个 一报还一报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将来是 台湾应该怎么做 合作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事实 现象摆出来 现在不仅仅是 蔡英文 在分裂中华民国 是沿着 他是谁的孝子先生呢 他是 这个教父呢 他是李登辉 这个日本的皇民 一老一少 皇子皇孙 的不孝子孙 他倒是一个 他的孝子贤孙 他是李登辉的孝子贤孙 和 又当表子 又想办法 一个秘书 一个秘书 他在历史上的表现 人民都知道 我也是过来 跟他 跟蔡英文是同时代的人 他的所作所为 你骗不了 你骗得了台湾人 你骗不了上帝 你骗不了良心 你的所作所为 我就不揭露你了 今天 今天呢 我们在讲呢 就是说我们 不要被他 被一个狐狸 狡猾的狐狸 蒙蔽了眼睛 林肯说的好啊 他可以欺骗 一时欺骗所有的人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 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也可以欺骗 像这么一个 酒精考验 酒精沙场的佩洛西 这么一个议长 也被蔡英文所 这花言巧语 瞒天过海 自欺欺人的 指路为马 被欺骗了 用唐一炮弹 用那个贿赂 用这个公关手段 这个金钱和收买了 联络小组 秘密的输送 这个贿赂的黑金 把佩洛西给送买了 所以无力不起早 佩洛西是因为 因为这个半导体这个 这个案件 卷入内线操作 在美国的内线操作 这个丑闻揭露了 影响了佩洛西 你一生的这个 这个政绩 这个贪官污吏 贪污腐化 你把美国这个政治 把议会这个道路 把美国跟台湾这个关系的道路 整个把台湾关系 一个螺丝 不是啊 因为台湾这种用 收买贿赂的手段 把整个台湾这个 把美国这个议会 议会啊 400个 200个参议员 给搅得一塌糊涂 污泥濁水 没有一个在这方面 接收他的 包括那个 包括蓬佩奥 共和党的蓬佩奥 接受他的贿赂 接受他的那个黑金 结果呢 是害了美 不是害了中国人民啊 是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 是害了美国和中国人民 这个应该有这个感情和认知 认同 就是说我们因为有时候认识 在社会上交的一个 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的 教的人 是这么一个坏人 这么一个无法不听 从天说假话的 不诚实的人 我们想想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 我们从来就 这种人说话不算数 说话算假的话 说假的话 从天就骗你 算计你 让你呢 损人利己的事情 干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霍国殃民的事情 这样的人 我们要离得一远越好 同时要 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 要有这个识别能力 现在是台湾 由于你一掌 你speaker 你这样的去 去支持台湾 还把还给他包装了什么 重新包装成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啊 你自己的这个伪包装 这个包装呢 就像皇帝的新衣 就像蔡英文穿的那个衣服啊 就是皇帝的新衣 所以呢 这个 现在美国政府 就是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 不能够解决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政策的 台湾关系法 不理解 是不理解 还不说自己就把它歪曲了 反反操作 逆操作 逆向操作 把鬼魔鬼说成的是上帝 是天使 把上帝说成的魔鬼 把维护 把维护这个台海和平的这个 这个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台湾的 嘛 邓小平 他一国两制 和平统议 他放弃了这个权力 他是因为他没有认知 他他在这个法律的认知的程度上 他还没有清楚的理清 因为他是打仗出身的 是军人出身 他没有理清这个法律的关系 我们建立只是要建立一个法制的政府 有限的政府 什么限制 就是要法律在限制你的权力 你国家的军队的权力来自于法律 来自于人民的这个 人民代表大会 美国呢也是一样的嘛 你这个权力 你违反了法律 你佩洛西你违反了这个 那个一个中国的那个这个限制宪法 当然了 你觉得这个一个中国的宪法跟美国来讲 又有点 这是外交观点 隔了八千里面 但是你把他的 中华民国台湾 定为自己的国内法了 所以你这个 手伸的那么长 但是又管不了这个事 鞭长莫及 现在你这个 什么坚如磐石 最后现在一打仗 一搞军演 你就走得圆圆的 你就把这个脱钩 我们说另外一个词 就叫后裔弃兵 你把台湾的这个兵 给抛弃了 那个特朗普说的好 台湾就是一个圆子笔尖 大陆是个桌子 对嘛 大陆是个合法的 光明正大的 堂堂正正的一个 一个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台湾是个什么 是个小偷 偷梁换柱 偷中华民国的 那个旗帜 作为自己的折袖部 还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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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届的总统 一个一届个一个 一届一届的议员们 拉下水 他不是现在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到台湾的议员 没有得到好处啊 没有 动手一些军火呀 没有拉到一些赞助啊 哎 这个台湾就是愿意 你怎么的 你怎么说 我怎么做 我就是 不愿意做 中华 不愿意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 因为这个法律的定得问题 你又推翻不了它 所以 美国就陷入了两难选择 台湾人民也陷入了两难选择 这个是自己把自己啊 往火坑里跳 就成了一个啊 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认知悲哀 你看吧 这个 2758决定 回顾联合宪章的原则 联合宪章的原则 一个中国 就国家名称叫中华民国 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后来成立的政府 先有中华民国代表国家 后有政府的变更 出现了内战 发动了那个蒋介石 发动了内战 发动了Civil War 结果这场Civil War呢 蒋介石800万军队 被中国共产党这个 这个小米加步枪 给打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联合国 就是这个联合国 签字大会上的 那个中共代表 董碧武在那签字 承认中华民国就是 就是中国 也就承认它是中国的 注册的国家名称 这一点中国政府没有搞清楚啊 以为这个地方 我重新重新建立 注册一个公司名称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在工商局里面 就像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注册的名称 就你的老店铺 就叫中华民国 你这个老店铺 没有正式的法律的手续 你把它清除了 法无名门 不得废除 哎 邓小平又不知道这个法律 不知道这个法律 上面有一条 你们要经过安理会的同意 和撤销 中华民国 一直保留在中华 那个联合国宪章里面 这个呢 这个法律的条款 这个叫做法律保留原则 永远保留 就叫绝对保留 相对保留呢 相对保留 相对法律 相对保留原则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可以叫中华民国 这个叫做相对保留 两个都在 这个叫同一性 这个叫做辩证 唯误辩证法 邓小平搞的 台湾搞的 带有了一点 行而上学 非此即彼 就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一个中国 这个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中华民国 这个就对了 即使中华 即使中华 那个中华民国的延续 也是代表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省的 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要搞 这个和平统一是搞的什么 以台湾的中华民国这个名义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联合政府 这个是完全荒唐的 你只有一个政府 只有一个中央政府 你哪来 你成天想要自己白日做梦 一模 颠覆这个国家 你把你这样的想法 就是把台湾人民 推入这个乌克兰战场 而且呢 把拉大旗做虎皮 就是把台湾 这个就把美国和日本 想要拉下水 想借这个 拉大旗做虎皮 这样的人 就像我们这些人呢 就变成了一条毛驴 被他忽悠了 被这个两 中华人民共和中华民国 这两堆稻草 给昏了 这两个稻草 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 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这三个概念 是同一个概念 它的时效性不一样 时效性是什么 法律 法律的政府 就是在不同时间 有不同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可追溯的 但是你中华民国 你在台湾那时候 已经没有追溯可追溯性了 是叫了它不可以追溯 台湾不可以用国家的名义来 在外面招摇撞骗 混水摸鱼 扰乱是非 咆哮公堂 这个 这个追溯祸首 就是台湾的领导人 李登辉 陈水扁 陈英文 马英九呢 也是好人办坏事 他是主张一个中国的 但是他主张现在不统不合 不武 那个 习近平呢 也没有搞清楚 他是法律系毕业的 但中国的法律和台湾的法律当中 都有一个没有搞辩证法的一个漏洞 我听过那个 很多七级报告的时候 一些很多法 台湾学者在讲中华民国 就是一个偷梁换柱 白马飞马 自己在这里的 一个学法律的人 一个高等师傅 就像陈平通一样 一个台湾大学的教授 以其昏昏使人糟糟 想要骗 什么骗学人那些假文明 像那个台湾那种 蔡英文这些搞假文明 搞这些不学无数的东西 这些小白脸 这些面手 就腿软 吃了别人的腿软 得到 蔡英文 这个武则天 这个习太后 因微之相 胡说八道 林子坚也说成了个假文 这一秋之鹤 二七五八协议呢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就是二七五八的本质 驱逐 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就驱逐台湾这个 在联合国这个代表 那么台湾呢 是怎么个出路在哪里呢 台湾就是你搞台独分裂的人 就驱逐出台湾去 这个就是驱逐 把台独分子 独台分子 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台湾人 统统驱逐出境 另外出口在哪里呢 出口就在 台湾关系法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就可以到美国 这些人到哪里呢 就可以以美国人民的身份 台湾人民和 那个美国人民的保持的这个密切身份 不管你台积电的名义 到美国去投资 不管你 那个 台湾关系法里 台湾人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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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的这个名义 这个名义 都可以 你哪怕你就 你就提出你是翻鼠人 都可以 我是翻鼠人 啊 啊 收台必有我 就收复台湾 必然应该有我参与 啊 把他收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这个 法律这个基础上 那 法律的计算 应该由我这个参与 我的意见 所以 那个 如果 二十大召开 会议 应该请我去参加 去讲 去给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讲一讲 什么是一个中国的啊 啊 二七五八号决议 什么是一个中国的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 呃 台湾关系法 能具体内容 一个中国的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台湾关系法 比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宪法讲的更清楚一点 因为他讲清楚了 台湾人 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与国家关系 啊 和台湾人民和是保持着人民与人民的关系 包括台独分子啊 分裂国家的那些啊 搞搞搞分裂国家的台湾人 也可以到美国来啊 啊 混成混吃混喝 我们把你当成在美国可以把你 你可以在美国搞台湾独立 你可以搞台湾独台啊 啊 你蔡英文 你可以 你大陆搞武统的时候 你可以跑到美国来 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适用性 法律现在他说有效吗 有效 只要大陆一武统 你就可以跑到台湾来 跑到美国来 你 你不武统 你不武统 台积电就赖在那 赖在那呢 他将来一发动武统 台积电就没了 就被大陆收了 所以 所以 佩洛西到台湾 这次串访 那主要目的 向装武剑 意在配工啊 是为了台积电去的 是说服 想说服 这几个 这几个上层的这个主管 抛弃台湾 啊 因为一旦 现在眼看的就要 马上就要 台湾 中国大陆 就要收回台湾了 收回台湾怎么呢 现在你和平 和平的方法不行 你就要用武力的方法 武力的方法 现在就是围堵你 啊 宣示主权 一个军演 一个三天的军演 就把台湾呢 收回来了 台湾主权 中线没有了 啊 过去生的那个 台湾的领海那些 啊 控制区没有了 实际这个控制线 在哪里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解放军 现在已经全盘掌握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叫做 就 孙悟空你在闹跳不出 如来佛的手心啊 啊 所以你台独分子呢 你再闹腾 你就是个跳梁小丑啊 这个概念讲清楚了 这个是佩洛西 把台湾交还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领 办的坏事 就变成了好事 变成了 就叫收台 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的一件好事 至于说 具体怎么样步骤 我觉得呢 你要是翻转醒目 我就说第二步 叫佩洛西 访台的第二步 叫做 亡羊补牢 维持未晚 我愿意和佩洛西 一起 一起 代表美国 议会 我是 马里兰选区 马里兰州 第六 选区 国会议员的 正式的国会议员 我已经 这个 有两年的 国会议员的 这个 这个证书 证书了 我的 我的议员的 号码是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号码 我 我回头 把它原件呢 我都发给你 这一点呢 啊 共和党的主席 啊 Cherman Woman Cherman Woman Nona Nona主席 和那个 Nona McDonnell 他知道 啊 我就 我就不在这里 出示我这个 那个 我那个编号和证书 我是代表马里兰州 我为什么这么想呢 我挽救了 我现在是 我跟台湾呢 一个是挽救了台湾 免于兵凶 免于战火 一个是挽救了佩洛西 一生的这个美名啊 议长的一生的功劳 你因为这个托罗斯 你最后盖棺而定 你给美国人民添那么大麻烦了 你是个麻烦制造者 这个美国宪法 美国台湾关系法的麻烦制造者 啊 啊 Troblemaker 所以说呢 你那个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啊 啊 问题就是我这个 悬崖雷马 啊 这个给你提个醒 你要是不愿意听 听不进去 我就跟你谈另外一个问题 我呢 是马里兰州 City的 军云 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 啊 对那个 奥巴马总统呢 提了一个建议 就是 叫做开发 巴尔地摩 啊 港 和 中国的最大的 开放前沿的 这个深圳 舌口港 啊 和深圳湾 那个工业 大开发 深圳湾大湾区 搞一个联合 这个就是 现在呢 这个大湾区有多大呢 包括香港 澳门 整个这个广东大湾区 马里兰州呢 是 是小美国 是每一个美国的缩影 我们是 我们国家的 那个基础 在于建设 经济是基础嘛 你说呢 那半天的意识形态 人权呢 自由民主啊 那个东西 跟美国人民没有关系 台湾的 爱民主不民主 爱反动 爱去制造战火 那跟台湾 美国人民没有关系 我们是美国人民的代表 是美国人民 选出来的议员啊 所以我们要建设 我们的目的 是要建设美国 要建设 不要把这个事情 本末倒置了 不要被台湾的表面现象 把美国的发展 美国的经济搞乱了 我们不能为他 台湾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一小撮 骗子 那些 那个 那些婊子 那些赖皮狗 我们不能为他去 牺牲美国人民的 血 血和汗了 我们可以卖他钱 对吧 卖军火 我们不能为他 这种人 去撑腰打气 他们爱 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 就爱给 有他们内部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有国家 有国家 有国家 有国家有主权嘛 国家有军队 有法律来制它嘛 我想 联合国 古特雷斯 古特雷斯 也在这宣布 一个中国的 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是 联合国的原则 就是2758的原则 就是联合国的原则 这个专门想要 闹事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搞事的人 愿意添乱 你有些人 他就是要 制造一些乱 因为 趁乱呢 趁火打劫 但是美国是一个大国呀 央央大国 你要取信移民 你不能因为这个台湾问题 你失去移民 你就 你为什么美国 美国现在美矿欲下呢 关键还不是经济没搞好 而是你的信誉 你的政治 你的政治操守 没有了 说话不算数了 所以失去诚信了 美国最大的危机 就是失信于民 失证于民 所以 拜登政府现在呢 美矿欲下 十一月中期选举 情况不妙 而且 这个 你这个 那个 那个 抄家 特朗普 这个仗义 一定要算到你们 民主党的头上来 民主党 你不管你是不类 你 你假装不知道 争议点 闭嘴点 你总统要负 总统政府的责任呢 那个 布林肯要负布林肯这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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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卿这个责任呢 当然 国务卿他是管外交的 那谁管政治呢 谁管内政呢 谁管FBI呢 谁管那个 联盟调查局呢 那么 那么 拜登 那个特朗普也自己 受到教训 他任命的 那个官员 自己 班纪士都查了自己 这种 所以 任命一个 包括特朗普 他也应该 通过这些 这个教训 你看任命了 那个 任命了 任命了谁啊 任命了 那个 蓬佩奥 国务卿 任命 国务卿他又 启用了余茂春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也是一个 一个骗子 一个流浪 流浪到美国这么的一个 啊 反华 反华 反共啊 制造混乱 制造仇恨 煽动仇恨的一个 啊 狗头军师 像这样的狗头军师很多呀 啊 啊 给抓 那个那个 为什么 台湾的那个 前些时候 那个那个教会 教会那个 洛杉矶那个教会里头出现了一个 抢击案 那就是美国教会在培养这些 反 反中 反化 反那个 反那个统一这个人嘛 这是一个 一个教会 所以他用利用教会这个平台 来洗脑 给台湾人洗脑 给大陆人洗脑 给美国人洗脑 破坏中美关系 这种都是害群之马呀 都是这些都是定时炸弹 都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定时炸弹 啊 这个就是社会的这个 败类 就是社会的COVID-19 就是病毒 而且这些病毒不断的这些变化 变异 这个是美国将来啊 所要命令的考验 那美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相反 success on the other side beyond beyond beyond呢在哪呢 啊 走向beyond go to china go to pacific pacific ocean 把pacific ocean呢 把pacific ocean呢 变成一个是 cooperative friendship 合作 operating 合作的海洋 合作的海洋 供应的海洋 啊 繁荣的海洋 啊 这个 大家呢 都成为一个共和的一个大家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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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学了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奥巴马 奥巴马讲的很好 我听了之后 就 多好的口才啊 奥巴马说 我们 强大的 不是军队 强大 是我们的 凝聚力 啊 我们的和谐力 我们 从不断的检讨 不断的 不断的改进 强大的 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中国人 中国的话就是说呢 人贵有自知之明 知道别人的知人者智 圣人者有力 战胜自己的强 能够战胜自己的强 奥巴马就说 对 那么 我们现在能够通过这个 这些 这些丑事 坏事 失败 啊 我们 我们找到了一条 这检讨了自己犯了哪些错误 我们犯了法了 我们违反了台 呃 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们又得罪 又犯了 违反了台湾关系法 自己 破坏了这个规矩 还把自己 打扮成了一个天使 穿着穿着那么漂亮的 服装 人家看起来 我们就像穿着一个 皇帝的新衣 我们想起来 如果把这个事情 作为历史的后人来评价我们 所作所为的话 我们只能贴到这个 法律的耻辱部上 耻辱柱上 就是 就是毁了自己的一世英明啊 你毁了这个 佩洛西你毁了自己啊 你其实你把 你把这个台湾 你现在 我现在就是给你 挽救你 我看到你 八十二岁了 我就想到了我姑姑 我姑姑在晚年的时候 她也形象很美丽 她是担心 最后是我去照顾她 在退休了 她在病妹 在住院的时候 我在照顾她 最后临妹去世之前 我一直送给她送中 她在小时候 对我来讲 把我赶出门 对我 对我是一个好事啊 我十四岁的时候 流落街头 流落街头 晚上就住在北京火车站 后来 梁卡丢了 饥寒交货 走投无路 我父亲来北京 把我接回去了 这个 她跟我说了一个 应该叫 学会浅浓勿用 啊 委屈求全 浅浓勿用就是什么呢 你在 没有知识的情况下 你要好好的去做人 你像 像乖乖 乖乖的去学习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认识这个 世道 世才延良 就多少人呢 他 都有自私的目的 他们都目的的最根本是为了自己 蔡英文是为了他自己 啊 的权力 和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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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利益 金钱利益啊 啊 政治利益啊 家族利益啊 通过这个权 以权谋私 以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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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害这些政敌政要 啊 拉入一级 啊 结党营私啊 啊 啊 就是 阔国殃民啊 这个就是 台湾民进党啊 啊 这一群牛鬼蛇神 搞的事情 所以 他们把现在把美国的这个政治政坛风气也搞坏了 他们这种假民族啊 今天炮 今天制造一个319的强劲啊 明天制造个两国两国论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在那 这个是弄的 弄的天昏地转 台湾人民不知道往哪里转 这个叫晕头转向 今天给你一个主意 明天给你洗个脑 这个叫做 中国 中华民族啊 这个出了很多这样的败类 成事不出有败事有余的败类 我今天就 因为这个主题是 主题是感谢提名我为共和党的马里兰州第六区的选 议员 第二个 这个我说明一下 美国一中政策的台湾关系法的本质是什么 现在是90%的 议员 这个不理不懂的什么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就是国家与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和美利坚国家 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台湾是一个 一个 是被政府的流浪狗 是被政府的那个打败的那个残兵败将 是解放战争 他们发动的战争 现在两岸是什么状态 现在两岸是中华民国国内战争 就反攻大陆的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 他们在利用经济手段 腐蚀干部 坑蒙拐骗 制造那个电信诈骗 台积电来高价来骗取大陆人民市场经济 搞了市场经济的 谋取自己的利益 赚了多少钱呢 赚了他是盈利的 利用的会台政策 而区别上的呢 就是中国大陆出台的这些会台政策 自己姑息养奸 养狼养的财狼虎豹 牛鬼蛇神在自己的家里面 这个有自己家里有家贼南方 有家贼也好 他能使人民能够擦亮眼睛 认识问题 现在是到了习近平该洗脑的时候了 该清醒的时候了 佩洛西到了台湾这一趟 习近平清醒了一点 但是还有一点没清醒 白笔书里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台湾以后的政权是靠什么来政权 靠的是你中央人民政府 靠着全中国人民来共同建设台湾 不是靠台湾人来治理台湾 这一点一定要跟台湾人民讲清楚 一定要跟全国人民讲清楚 台湾那些洗脑了 他跟你大陆人民没有无冤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冤无的恨 他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要反中大陆 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国的绝目人 他的本质就是要逃你的祖坟 告诉你祖坟是中华民国 这个就对了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这个那个虎狼在旁在旁边 以狼共舞 与 与 与那个这个牛鬼蛇神谋皮 与虎谋皮 你现在是真正的出路就是 围冤去围 围虫去雀 放虎归山 你让他到美国去 去参加台积舰半导体的经营 他们人多去了人多了就好办了 去光去几个台积舰的几个工程师 那办不成事 人少了不好办 人多了就好办事了 因为美国需要这么一个人 这个叫做搞企业的就知道 这个叫做粘鱼效应 穿沙子 这里面台积舰站在里面 墨西哥的移民站在里面 一混杂 混杂之后呢 就把别的东西好的东西学去了 坏的东西就压制了 当然也得把这个坑门拐骗也给带过去了 所以柬埔寨呢 就变成了犯罪者的天堂 这是台湾人搞的这个犯罪者的天堂 那美国他是不是将来 那就靠美国的法治了 靠美国的这个FBI 联邦调查局 看他们怎么治理他们 让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来治理这个台独这些骗子 比中国大陆 共产党来治理他 治理台独和这个收入的这个台独要高明的多 习近平就不懂的这个道理 所以我呢 如果要回到那个中秋节 我陪着陪着这个佩洛西呢 去访问大陆 我们可以帮助大陆 完成祖国统一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帮助大陆 共产党开会 要认识自己犯了行而上学的错误 哪个党都会有错误 包括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兄弟党之间啊 这叫批评与自我批评 你给提出的监督和建议 都是要去正言若反 我们收集反不同意见 这就叫民主 习近平对民主的概念还不太懂 还不太懂共和 共和就是大家都来的 皇帝轮流做 今天你做总统 明天你就到期你就下岗 做个老百姓 这个叫做varranty 总统都是一个公仆 就是一个人民的 为人民服务的varranty 要有这个意思 习近平呢 这个意思呢 有一点还不够 我们交流交流 大家互相多交流呢 共产党也好了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也好了 所以交流啊 综合就能创新 就会产生杂交优势 就能产生新的一个新生事物 新生事物呢 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 就是解放生产力 新的政治力量 新的文化力量 改造自己 比改造别人更容易 但是对自己的改造 是最重要的 人的一生最灿烂的地方 就是他不断的自我改造 这叫自强不息啊 天是什么呢 天就不知道 天行啊 行就拿出行动来 那个佩洛西呢 是拿出行动来了 拿出行动来 跑到台湾去支持台卓 支持他是 把那个蔡英文把他 President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政府在哪里 German在哪里 在北京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German of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你乱点央洛西部 认错人了 那个佩洛西 佩洛西不相信自己认错人了 他以为 这个这个同生相亲 同生 他以为他是君子 那个那个妖娇淑女呢 满考的人义道德 满肚子难道女娼 台湾很多人政客就是这种表现 你说他是从美国学来的呢 我说呢 美国是向台湾学来的 台湾在这方面来讲 清出于难而胜于难 你看陈水扁 制造319案件 你看蔡英文 骗了一个国家 把那个 他可以欺骗一个 台湾人 他还跑到欺骗大陆人 14亿大陆人都被他骗了 他不但骗了 还骗了国际人 都跑到他那去 烧香拜佛去了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揭露他 揭露蔡英文 他不 他是分 他的本质是分裂中华民国 这个国家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country 这个 这个共和国 他是分裂粉碎 这个 这个 他是一个蛀虫 他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掘墓人 但是你给 谁就跟他们知道 大陆治不了他 这一物降一物 一物降一物是什么 这个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就需要美国 日本来教育他 这个再教育 再回炉 他哪怕是什么呢 他哪怕是到了现在七十六十了 都应该再回炉再教育 我今天呢 就是一个开场白 也是我一个宣言书 我呢 从昨天开始 我已经宣布 在参加中期选举 竞选 马里 马里兰第六选区的 共和党议员 我也是 再顺便说一下 我也是感谢民主党 这个 President 奥巴马 感谢民主党 Ladies First Ladies 米歇尔 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 我今天能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米歇尔 奥巴马 她这个母仪天下 是一个 一个真正的一个第一夫人 是我心中当中最美丽的第一夫人 所以呢 我那个 我要在这里 最后呢 就感谢米歇尔 奥巴马 感谢奥巴马总统 同时呢 也希望奥巴马总统和米歇尔 奥巴马 能够和我一起到大陆去 和大陆重建 中美修复中美关系 重新这个 rele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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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a relation 我这个 管这个叫做T2 idea 那个 感谢 奥巴马 提出G2 G2 construction G2 design T2 我这个T2呢 就是一个 这个 两个字 一意思的本日 就是together go the future 就是from sea to standing sea 我们一起向未来 啊 我们手牵在手 你和我 一起向未来 啊 我很 我这一生最大的荣幸 就认识了奥巴马 啊 这个和米歇尔奥巴马 啊 也能够参与到美国的这种 那个 这个 建设当中来 我提了 一开始提出了一个政治纲领 是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啊 新美国形象 这 new American 就不断的提高美国人的 适应这个实在发展的数字 就是啊 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教育 不断的培养 新美国人 new American people 啊 那个 那个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呢 releving a city releving American city 把美国的城市配套 基础建设 搞好 这个我们需要啊 招商引资 需要中国和和其他世界上的那些基础建设搞得好的国家来 我在2015年的那个2015年给你提的写那封信给那个提给招商局总经理提交的这个和建那个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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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兰马里兰这个那个巴尔地摩建立一个合作投资的试验区这个就是我搞那个以中国这种摸着石头建立和建立经贸经贸特区我们要 摸着合作石头过河总结出一套改革方案的经验来然后想推广就像马里兰都它是一个美国人的缩影它管理的一个缩影一样我们建立在共和党呢就建立一个巴尔地摩啊这么一个模式巴尔地摩托啊就是一个中国深圳啊深圳大湾区深圳那个舌口港舌口工业区和美国这个合作关键的是我们在有什么相通呢 也都是海班城市啊美国这个美国这个巴尔地摩港比比舌口港建设的好高楼大厦很多但是市容不好乱街道比较乱设备 那个那个电信设备啊很落旧电信杆子啊遍地像蜘蛛网一样所以呢城市老了啊需要更新了需要把它返老还童啊 啊这也是巴尔地摩也是佩洛西的一个啊故居一个根据地我们我也愿意和佩洛西大姐一起建设好这个巴尔地摩 ывать city一起建设好玛里兰啊玛尾兰州state那么因为我我将来也是这是我的在美国发家的地方也是我的新家 也是我在归宿我将来我的牧厂呢 我的坟头已经买好了 我的墓地已经买好了 就在 我的亲家母 我的亲家两个亲家 都在那里等着我呢 我知道 上帝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也听到了 上帝召唤我的直接号 点的蜡烛已经点着了 我就慢慢的 当那蜡烛一个蜡烛的慢慢熄灭的时候 我就到了 就到了我的终点了 但是在没有灭之前 我希望用我这个蜡烛的火光 点燃的火光照亮 照亮我前进的路 照亮美国人前进的路 照亮中国人统一 台湾统一祖国前进的路 一只路 一只蜡烛 它的叫 这个蜡烛 流出的泪 是蜡烛流出的泪 但是它发出的光 是代表我心里的呼声 代表的 起明星 就代表的今天早晨 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起明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说 要重温 Releaming American Promise 重塑 重建 美国的承诺 重温 美国 一个中国 台湾关系法 和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和承诺 信守我们的承诺 开展 我们明天再讲 那个合作的 就T2 Idea T2Idea 留在明天再讲 谢谢大家 我会不断的 我会长期的合作 长期的在美国 长期的在一起 发表我自己的 这种 变角的英语 流利的中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